我募集了Seven的員工還有網友 跟粉絲推薦的 Seven限定隱藏版的美食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你是誰 我是黃哥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身為一個很愛吃東西的人 又無時無刻想吃東西 但我常常就是很想吃東西 但是不知道要吃什麼 請問有人跟我一樣嗎 我愛好 不敢講 所以我有事沒事呢 都會去逛便利超商 去尋找靈感 然後看看有沒有最近的新品 或很厲害的隱藏商品 這次呢我募集了Seven的員工還有網友 跟粉絲推薦的Seven限定隱藏版的美食 要來開箱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吧 GO 首先呢這個是食安牧場出的 剝皮辣椒茶碗蒸 售價43元 其實我們有吃過之前好市多賣的 食安牧場出的第一雞精茶碗蒸 我記得 但其實那一款沒有很合我們的口味 剝皮辣椒聽起來好像比較厲害 那我們先去加熱一下 它裡面有整顆的栗子 然後剝皮辣椒之外還有一整顆的 它這一款有點小辣 蒸蛋的味道是滿夠的 雞肉比較乾一點點 栗子很鬆軟 但是這個味道真的滿特別的耶 我沒有吃過剝皮辣椒的蒸蛋 對它一直有一種薄薄的辣味 對 伴隨著你在口腔裡面 嗯 其實兩個搭在一起滿好吃的耶 真的是沒有吃過的味道 嗯 料我覺得還算滿多的 有興趣也可以吃吃看 10分的話我給它 7.2 你呢 7.5 玉璇麻辣雞絲涼麵售價59元 其實我每次如果買7.2的涼麵 我都會買珍寶 因為我覺得 對你來說比較 有飽足感 然後分量也比較大 相對也便宜 然後就有人推薦說 玉璇的涼麵其實都非常的好吃 可以吃吃看 它的配料就是有蛋絲小黃瓜跟雞絲 然後涼麵本體 醬汁芝麻醬跟蒜泥 我們拌好了 它酸味還滿香的耶 我先來吃吃看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溫和 它的醬就是帶點甜 不會死鹹 然後那個蒜泥有一點提味的效果 不過我覺得蒜泥的量可能還不夠多 沒有到很突出 但雞絲我覺得有點乾 不過整體我覺得很好吃耶 那個醬汁很棒 對 它就是好像比較偏甜的感覺 對 然後也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夏天吃這個滿清爽的耶 它雖然也有加麻醬 但是我覺得跟珍寶比起來 它比較清爽 可能因為它那個醬汁比較多 麻醬的比例比較少 如果喜歡清爽的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10分的話我給它 7.5分 接下來呢 這個是我個人非常有興趣的新品 有去過韓國的人應該都知道 他們最大的便利超商就是GS25 也是非常必賣 必買的地方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在台灣吃不到的限定商品 跟很厲害的美食都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GS25推出的品牌 而且他們除了長銷品之外呢 也有韓國最新的 或者是季節限定的商品 目前在台灣只有 7.11專賣 所以只有在7.11買得到這個品牌 這個呢是韓國US 微笑爆米花 其實這個爆米花大有來頭 風哥從我開拍 就開始吃到現在 還在吃 它其實呢 是跟韓國一間超人氣的咖啡廳 咖啡拿鐵 聯名推出的爆米花 因為他們的招牌呢 就是一個微笑的LOGO 他們整間店呢 其實是賣甜甜圈跟甜點 然後他們的飲料 也非常的好拍 總之就是整間店都非常的好拍 很適合網美去 你有看到風哥一直在展示嗎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搜尋他們的IG 我每次看到人家分享的照片 都覺得超級療癒 我再把它放進去 它這個口味是奶香 它一打開就 超級香欸 奶油味很濃郁欸 嗯 它是有點 甜中帶一點點的鹹 然後奶油香非常的濃郁 可是我覺得它甜度沒有很高 它也不是說整顆爆米花外面都裹了一層糖衣 就是部分是脆脆的 它真的很香欸 你從外風哥會吃不停 好吃嗎 好吃 你喜歡嗎 好吃嗎 我可以吃掉這一顆嗎 我可以 你好小氣喔 你可以吃那個 分得很清楚 它是外面的 外面的 外面的 這裡 嗯 這個真的很香欸 而且超級可愛 一口接一口 一口接一口 這是我近期吃過 調味算滿喜歡的爆米花 十分的話 我給它 八分 你幾分 滿分 滿分 滿分了 滿分了 哪點 八點二 三分 欸 你比較喜歡吃鹹的對不對 我比較喜歡吃鹹 但這個很甜的我很可以欸 真的齁 對 因為我每次跟小編如果去看電影 我是喜歡甜的 小編是喜歡點鹹的 我很不喜歡 電影院裡面鹹的爆米花 你現在很回憶錄嗎 自從有風哥之後 我們久久沒看電影 我沒聽電影 紀州和拿風 菊氣泡飲 售價五十九元 這邊幫大家科普一下 韓國紀州島有一個很有名的特產就是 柑橘 他們柑橘有名到 開立了一個 柑橘博物館 那這一款氣泡飲的果汁呢 就是特別選用 紀州島柑橘製成的 而且這一款在韓國已經算是一個 長年熱銷款 今年首度進軍台灣的C11 而且是季節限定 是不是很值得喝喝看 它氣泡感覺滿細緻的 其實我這樣倒就聞到那個 柑橘味超香的耶 我覺得它這一款 柑橘的香氣其實滿濃郁的 而且你吞下去之後 尾韻整個口腔啊 都還是那種淡淡的柑橘香 然後我覺得它氣泡算滿充足的 但是不會像汽水那種很刺的感覺 好像你剛剛吃了很多東西 它可以解膩的感覺你知道嗎 我覺得還滿順口滿舒服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季節限定 10分的話我給它 7分 7.2 你幾分 30分 你又沒喝亂講 韓國Yours櫻花氣泡飲 售價49元 這一款呢 在5月16號之前 買二送一 非常的划算 所以我每次買了三冠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包裝 有沒有很熟悉 其實它也是季節限定款 然後它每年都會出現一小段時間 今年已經是第六年了 大家有看到它包裝上面是櫻花嗎 這個是韓國的鎮海櫻花 有沒有超級少女 有心花怒方的感覺嗎 看起來很清涼耶 對 而且它整個就是透明的包裝 有沒有 喔真的好少女喔 整個都粉紅色 整個都粉紅色 對 整個都粉紅色 原來櫻花是這個味道 不過我覺得它喝起來 還有一點水蜜桃的香氣 然後整個融在一起 就是滿香甜少女的 我覺得它這個味道是滿特別的 很少會喝到 嗯 可以趁季節限定 伴售的時候趕快去買 而且買二松一 買回來拍拍 你就可以變成網美了 一日網美特價中 嗯哼 10分的話 我給它7分 差不多 鮮奶油口味餅乾 這個是熱銷第一名 我覺得它看起來很普通 但是它是熱銷第一名 喔它裡面打開奶油香氣滿容易的 打開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的意外它很像那種奶油曲奇餅乾 但是它比較紮實一點更酥脆一點 因為有時候入口即化會覺得比較油一點 它這個是多了一點口感 然後奶油香氣也滿濃的 我覺得甜度滿適中的 不會說很甜膩這樣 算是一款很耐吃的餅乾耶 因為很容易一口接一口 我覺得它第一名應該是 它的口味受眾很廣 然後又是一個很安全牌 10分的話 我給它7分 7.2 嗯哼 香辣胡蝶餅售價49元 它整包的份量其實還算滿多的 而且我一打開它那種香味很熟悉 喔 這款好好吃 因為美式的胡蝶餅味道其實很耐要 你一咬進去就是麵粉味跟鹹味 這款香氣很濃耶 然後它的辣是你大概都咀嚼得差不多 慢慢會覺得舌尖有點辣辣的 對 它入口的鹹香比較明顯 雖然才是麵粉味 它入口那種鹹香是會讓你驚豔 嗯 算是比較重口味的一款 嗯 這款應該很適合當下酒菜 而且它餅乾很脆 它是脆喔不是硬 然後慢慢有辣的尾韻 嗯嗯 我喜歡這款耶 喜歡重口味的可以吃吃看 10分的話我給它8分 7.8 零聰明砂鍋魚頭香辣豬肉燴飯 這一款我看超多人推的 因為其實超商的熟食這種便當很容易被泡 這我之前加上沒看過 這一款很快就賣光了 因為我在同一間7.8 跑了好幾次 看起來料好像蠻多的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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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在品嘗啊 然後你一直看著我 我想說你也很想吃 我覺得它的辣大概小辣程度 裡面的豬肉很嫩 然後還有一塊豆皮 那塊豆皮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就是吸飽裡面的湯汁 然後很軟 而且真的就是 有那種沙茶的精華 你知道嗎 完全是沙鍋魚頭的感覺 那它味道底給的蠻豐富的 嗯 它這款我覺得算是比較重口味 對 但是你就會覺得搭配這個飯這樣整體 吃下去的口味是非常的適合 這個是如果我肚子餓 想去7.8買熟食的話 我會選擇 就會買五個 不會買到五個 但是是會當作一個選擇 會回購 我覺得它分量也算還不錯 就是以一般人來說 算是可以飽一餐這樣 沒有飽足感的 嗯 10分的話我給它 7分 7.9 嗯哼 起司 四重咒 熱狗寶 售價55元 這個也是很多人推薦 必買的 但是我想說 這跟大亨堡有什麼不一樣 它就有起司了 對 不過現在大亨堡的一個價錢 叫40幾塊啦 所以它如果加了起司是55 我覺得好像相對是划算 我們一樣拿去加熱一下 最融化的起司看起來很療癒 超胖 其實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大亨堡 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吃大亨堡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好吃 再加上 它有起司的加持下 好像覺得更好吃了一點 因為它便利性很好喔 它就幫你加好起司了 對 而且我就不用再加其他調味料 就很好吃了耶 如果大亨堡跟這個比起來 差一點點價錢 我會選這個耶 10分的話我給它 7.5分 因為我很喜歡吃大亨堡 7.6 接下來是今天最貴的東西 蜜糖地瓜 售價109元 就這樣109元 其實這一款應該很多人都拍攝過 也很多人介紹過 它真的太紅了 大家說如果看到這一款呢 就要馬上把它掃光 它裡面其實就只有這樣而已 但是看得到 每個地瓜都裹滿了糖衣 我們來吃吃看 很快的耶 嗯 它其實真的很好吃 就很像那種拔濕地瓜 因為它退冰就可以吃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 它太貴了 它糖衣真的很厚一層有沒有 水水的 嗯 就會覺得好甜 吃下去 好幸福 但是吃多就會比較黏一點 如果我用糖呼嚕的糖來裹地瓜 也會變這樣嗎 你可以出一集啊 出一集什麼都做成糖服 但是我覺得 吃過就好 不用特別一直回購 對 因為我覺得價錢真的太高了 而且也太肥了 九分就是在減肥 很在意這種熱量 十分的話呢 我給它 6.5 7.2 因為我覺得 以價錢跟想回購的意願 就會讓分數比較低一點 昂酥巴黎焦糖肉桂捲 售價79元 其實之前我就是開箱好市多的肉桂捲 很多人私訊我說這一款超好吃 我就馬上去買來 我們先加熱一下 它裡面還有一個小盒子 這樣微波看起來很厲害耶 那個肉桂味現在都飄過來了 很想吃肉桂捲的人 真的可以直接去Seven買這一款 因為它肉桂味是很濃郁 那它整個肉桂捲的口感 那個餅皮是鬆軟的 算是微波 不是那種脆脆的 然後它的肉桂捲 整個浸泡在它那個糖漿裡面 而且我覺得甜度還OK 不會到非常的甜膩 我覺得肉桂捲一個79塊 算是滿中間的價位啦 以仙物價來說很OK啦 對啊 尚合接受 十分的話呢 我給它7分 香濃芋泥蛋糕杯 售價79元 其實我就是看到香濃芋泥 我就去買了 這個是跟春上布丁聯名的 春上布丁他們主要就是會出那種 小的古早味蛋糕 我們以前很愛團購他們家的蛋糕 然後大家一次可能就團購四五個這樣 因為它那種蛋糕就是 一個圓圓的 一個人就可以把它一下子吃光 它一打開 就看到爆出來的芋泥內餡 它裡面其實芋泥內餡還滿多的 其實覺得它蛋糕體是好吃的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濕潤 然後它的芋泥內餡 很簡單吃會覺得很滑順 可是你兩個搭在一起吃 你會覺得有點乾 然後它芋泥可能有調整過那種甜度 怕太膩 它帶一點點的鹹味 整體我覺得芋頭香還OK 淡淡的 不是濃郁的那種芋頭香 但我覺得它就是沒有一種驚豔的感覺 因為我是很喜歡吃芋頭的人 我覺得它這款讓我覺得 普普這樣 十分的話我給它 6.5分 好啦 我們今天呢開箱了一系列的7.5限定隱藏美食 請問小編 這些你是不是都沒有吃過 真的耶 我那麼常去7.5 最後都沒看過這些 今天又讓你認識了很多不一樣的美食 開啟了我全新的世界 有那麼誇張嗎 那請問今天你最喜歡的是 零聰明的會飯 喔有因為你一直在吃它 我一直在偷吃 對 那我個人呢其實蠻喜歡 起司四重粥熱狗包 我就是喜歡大恩寶的人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香辣蝴蝶餅 還有爆米花 爆米花我個人超推 它這個奶油香 風哥也超推 風哥整個快吃完了 不過因為今天的產品我們都是經過精挑細選 表現其實都還蠻有水準的 那大家有興趣呢也可以趕快去7.5買 尤其裡面很多是季節限定的商品 錯過就要再等一年 那有興趣的人就趕快去購買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記得幫我按讚按訂閱 還有開啟鈴鐺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